卫福部14号上午持续针对新庄部立台北医院护理这家大火意外召开记者会 说明伤亡状况 经过统计这场大火已造成9人罹难 另外目前有11人还在加护病房 7人住院治疗 9人转送至乐身疗养院副社护理这家安置 3人是平安出院 由于安养机构的住户大多是失能比较严重的长者 外界也因此关注 未来在设置规定以及消防安全上 是否会祭出更严格的规定 常务次长回应 现行国内相关法规已是相对严格 那设政单位的这一院老人机构 包括安养养护还有长期照顾有三大类 后面养护跟长期照顾的话 都是属于照顾是比较失能程度比较严重的 那针对于这类的机构 其实它的归属在建本的部分的话 本来就是比较属于那个规格是比较高的 那消防的安全消防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不过照顾市长也承认 现行国内对于住宿型长照机构 相关法员依据太临散 未来会努力朝向法人来做整合 依照机构性质进行分级分类 未来所谓的那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呢 会朝着这个法人来做一个整合啦 那目前因为有不同的法 有长照机构法人法以及 护理人法以及老人福利法 那但是在政策上面是朝着这个法人法 这样来做一个整合 不管是在设置标准还是凭借 以及人员的管理 还有继续教育的一个需求 做一个整合以及分级分类 至于医院是否延误通报 因此造成死伤扩大 薛瑞源表示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如果有人为书是会予以行政惩处 不过他也呼吁在事件原因 尚未明朗前不要随便猜测 后续补偿措施也将持续研溢 原来是新闻二十一顾台北市采访报道